今天我们有那个中央委员会的会议 其实呢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呢 在这个罗伯州举行的最主要呢 就是来协助这个巴黎分布赖跟那个顿西班尘让的普选 所以呢我们的全部的州委 昨天已经陆续的下来了罗伯州 然后昨天呢他们也开始呢 我们的最选区就是乌奈西班尘让这两个选区呢 比较协助跟比一般啦 所以也是比较支持啦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一次的中央 委员会在罗伯州开办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然后呢今天呢我也宣布了我们的新的总律书 我们的罗家庸同志 想会是民政党的新的总律书 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也宣布了很多的 呃这些委员会或者是政治的区域 来协助呃民政党呃以这个第十六届的大选 所以呢面对这个第十六届的大选呢刚才呃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也讨论了呃 呃包括呃我们现在开始准备面对第十六届的全国大选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所谓的那个机制呢都会开始呢是等到国会解散过后或者中医会解散过后我们才开始准备 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会采取呢比较植他们的一个呃 inferior吧 的一个呃修试呢也就说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啊第十六届大选 更换句话说我们的竞选机制在面对十六届大选 广据话说我们的竞选机制在面对十六届大选 选择 现在要确保我们要竞选一面高的选区 所以这个一面高的选区呢 就是说我们会去探讨我们在PRN马六甲 PRN荣博州跟PRU第15届大选 跟刚刚完成的6个PRN的成绩为主 我们会去探讨去分析哪一个选区呢 是我们输 可是输的票数不多的 会为我们的焦点 为我们的注重的一个选区 来面对第16届的大选区